字幕提供 這台是 你這是自小客還是自小貨? 自小客貨 自小客貨 然後它的乘坐模式 就這樣 第三排的椅子你其他收起來嗎? 第三排我拆掉 他把它拆掉 第三排沒有 其實如果說你這樣第三排拆掉的話 我建議你這台可以去把它變更成 五人座 這樣有沒有 床的模式 來看一下 床的模式我可能要變一下 喔 它都自己弄的喔 你看喔 像這樣子 這個是不夠地的 對啊 像這樣 這個也弄成活動 活動的 它都改用的 對啊自己 這個活動的就是 掛在下面的時候 煮東西的時候 喔 它腳缸可以這樣子弄的喔 可以啊 這也是免鎖腳缸啊 都沒有鎖嘛 都沒有鎖嘛 都放上去而已 這是不落地的時候 然後我在這邊 在這邊 你這樣睡 你們兩個睡 其實前面要打平 我前面還有一個活動 喔 等一下變成床的模式 好 好 啊你這個先不用動啊 這不用動 你可以去變前面的 你看下面整個是不是就收納空間 是啊 做完就不用櫃子 不用做櫃子就直接放 對 像你們家小朋友那麼多 你就可以類似像這樣子 嗯 下面整個的收納空間 做個承擺 對啊 做個承擺 那旁邊你看 就腳缸 嗯嗯嗯 你是不是就可以省很多錢 剛剛那個車頂上 你看也就是用腳缸出去 對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 然後它連前面這裡 我來我來 我看到了 在這邊 這邊 這邊 這邊也有一個 你這個也可以拉起來 對 我在裡面 如果用電腦的時候 喔 有沒有 變桌子 你這裡 來 人如果坐在裡面的時候 顯示活動 它就坐在這邊 然後它就用 坐在這邊剛好 就等於是它的邊櫃 然後它又沒有 沒有 腳剛好放下 全部的空間都有利用住 這個東西對你來說 是不是 看一看就會了 是啊是啊 真的 真的 就可以這樣子做了 你就可以省掉 這個也是啊 這個 我現在打起來 有沒有 它全部都自己來 都自己來啊 對啊 所以有些東西 你沒辦法自己來 你就請人家弄啊 啊它 自己來它就 欸 那就是剛好枕頭啊 對啊 它這樣 這個椅子還要再拉前吧 不用啊 你是這樣子都180了嗎 這樣 大概 175 嗯 夠兩個人 對了 因為我那個下去 它到尾門還有一個空間 嗯 哈哈 它尾門下來這邊還有一個空間 嗯 所以175 對 就兩個人睡覺很夠 應該睡夠了 厲害 真的厲害 都自己DIY哦 這個活動的好處是 它 面還緊的時候 來給你看哦 它兩個人可以坐在這邊 它又往上 來 看一下哦 像它這個 把它往上 然後 來 面還解的時候 膠 啊 超讚 對不對 整個 開景第一排 欸 這個邊坐 哦 對不對 這個是夠力 對 所以你去買 來 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 它就買這個東西 然後鎖螺絲 就可以調整了 有沒有 這是活動的 哎呀 對 這一個是弄很重的 後來 有改的地方 我後來去買這種螺絲 嗯 對 把它固定 不然的話 手就可以轉了 你如果不固定 它開車的時候 它會晃 對不對 嗯 這個不用用任何的工具 手就可以轉動 嗯 綿鎖腳缸 我們就可以解決了 這樣可以齁 對不對 很方便齁 然後打開之後 你坐在這邊 喝喝咖啡 然後旁邊稍微 這裡可以稍稍熱水 或者那邊也可以啊 對 這裡也可以啊 這邊也可以稍稍熱水 然後 另外一個人坐過去 那邊就可以辦公了 哈哈 對啊 啊一個人在那邊喝咖啡 一個人在那邊辦公 齁 對不對 對 啊這樣子改裝 要不要花大錢 不用 這個綿鎖腳缸 一千塊 一兩千塊解決 嗯 因為我 我弄比較多隻啊 嗯 所以 可能幾千塊 質感要好一點 對幾千塊 這個再去用一些石木的邊桌 算重了一點 可是質感又加 對啊 看個人 因為這個我只有上防水器 嗯 對上透明的防水器 嗯 因為它這個東西 它沒有 它沒有要做 所謂的承載重量的問題 所以它用這樣子就可以了 你看它還在唱卡拉OK 所以上面你看 還有麥克風有沒有 還有兩支在上面 還有兩支在上面 然後這個是床臉啊 要睡覺的事拉過去就好了 對這是後面的 對 旁邊的就是這個 欸 你這個什麼 怎麼套上去的 它有魔鬼氈嗎 我沒有啊 我這個當初 這個也是DIY 我自己綁上去 這個可以卸下來這一支 哦 對啊 你把它卸下來的 卸下來穿上去以後 嗯 它全車都DIY 但是這是它的第二台車 它第一台車是開那個 幸福利亞的 嗯 然後後來它又 它就是覺得 嗯 T4好像不錯 然後它就是弄一台2.0的手排T4 又便宜 嗯 又便宜 稅金也便宜 然後就這樣子玩 你的車子外觀已經 已經整理的相當 像這個啊 這個也是那個 活動空間 不錯 欸 欸 你那個上面那個是原廠附的嗎 還是它原車就這樣 還有那個電池啊 應該不能看 沒有那個那個是 後來加裝的 你自己加裝的啊 欸前車主就有 啊可以用嗎 那也是可以用 可以用可是我沒加 因為我前面的音響 都改掉 全部都改掉了 對 那還有一個 再給各位看一下這個 車上一定要配備這個 滅火器 滅火器 一定要 這是2004的嗎 沒有 1998 1998 可是裡面的 椅子都改過了 這椅子是BMW的 蛤 這是電動的喔 沒有 沒有 它沒有電動 你自己改的喔 請人家改 哦 直接移植過來的 對 因為它 後座的乘坐空間會比較好 它有一個腳踏墊 你看喔 1998的喔 嗯 OK齁 對不對 很OK 98它還是 GP 欸是GP頭嗎 不是 它不是 所以你這個有改過啊 這改過 這是卡棒的 後來我把它包起來 嗯 一標版有改嗎 一標版沒改就改音響 嗯 對 還有方向盤 然後椅子 這個車比它女遊年紀還要大 啊真的 對 啊你看它 你這樣 你開幾年了 學長 開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OK齁 對不對 這個車再玩個五年 上山都沒問題 我現在講一個 T貨喔 T貨 都已經超過二十年了 你再玩個五年 你再賣 還是那個價格 而且會更高 嗯 它很神奇 因為它十年以後 它就不會再有貶值的空間了 嗯 它就只有兩種價格 一個就是很高 一個就是報廢了 因為除非你整個壞掉 嗯 對不對 不然的話它的價值會越來越高 殘值就是 已經不會再低了 它的殘值不會再低了 所以你在玩這種老車的時候 只有在玩的這個過程 我問一下 我再問一下車主 學長說 你這個車你這樣子玩了一年多對不對 對 你有修過什麼 修過什麼 嗯 買來的時候 皮帶我就先換掉 因為安全性的問題 嗯 然後 還有 水箱 水箱 它用了超過二十年 都是原廠都沒有換 哦 你把它換過 後來 就機油那些一定換 還有 手排的齒輪油一定要換 對 再來 輪胎也是耗材 耗材 有沒有說 比如說開的過程 冷氣 冷氣 比如說你這一年多 你有哪一個 除了剛剛你講的那個 有沒有 壞掉哪一個去修的 遇到一個突發狀況 就是 那個暖氣的熱排 嗯 但是 對 但是那個也剛好 我們自己會弄 就DIY 那個水管接頭接回去 哦 對 自己會DIY 好 厲害 所以你這台有暖氣 沒有 我把它斷掉了 斷掉了齁 我就把 暖氣那個兩個接頭 把它合併在一起 就斷掉了 所以暖氣就把它 淹掉就對了 對 TWO為什麼要淹掉 因為它暖氣很會出毛病 對 那以我們台灣來講 其實你就開了冷氣 它就可以除濕了 嗯 除霧啊 對不對 其實我還好呢 我那台車沒有暖氣 我上山下來都OK 我也是啊 因為 需求量不大 我另外一台車 雖然有暖氣 開了十幾年 可能暖氣開沒幾次 好 那要暖氣就去給人家裝台製的 好像 好像不知道說啥 一萬多塊吧 這個房子是不是還有玄機啊 這個 像老闆娘這樣吃東西的時候 拿起來放的 放在這裡喔 紅酒箱 紅酒箱有蓋子 嗯 它的紅酒箱 它 這個是另外木箱 是已經的嗎還是 沒有 請人家釘 然後自己上漆 自己上漆 自己上漆 裡面是行動冰箱 沒有 行動冰箱會上漆 喔 所以這樣你看 就四個人坐 然後中間行動冰箱 也是很有質感齁 嗯 不錯 好 謝謝 謝謝 感謝 那下面就水而已啊 有沒有 水箱 沒有啊簡單的水帶著就好啦 對 這太太太太太太喔 這是水底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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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